愛美的朋友一定知道這個療癒的東西 有的是泥狀的 有的就一片直接浮上去 然後拔下來就 喔喔喔喔喔 那你們知道這個東西拔的是什麼嗎? 是粉刺嗎? 誰告訴你的? 網路上都這樣說 好好,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拍 一日拔粉刺特牌園 看看拔出來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欸,如果拔出來的不是粉刺 你會不會崩潰啊? 不會 好啦 會 好 我跟你講 皮膚上齁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粉刺 還有 你又知道大家知道粉刺了 好好 好,粉刺 OK 粉刺來自於皮脂分泌過多或角質代謝異常 導致塞住了毛孔的皮脂啊 皮膚代謝物 髒東西之類的 這有沒有寫過文章啊 請看影片的六項角 但是除了粉刺 還有一個很少人知道的 另一個物質 皮脂管絲 這東西每個人都有啊 它是毛囊裡皮脂線正常分泌的油脂 好,那你好奇的一定是這些面膜啊 鼻貼什麼的 拔出來讓一票網友瘋狂的粉刺靈 到底是什麼? 是粉刺嗎? 很抱歉啊 通常不是 這些你恨不得要把它拔出來的小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皮脂管絲 不然就是皮膚上的細毛 這是粉刺 這皮脂管絲 這粉刺 這皮脂管絲 這粉刺 這粉刺 這皮... 還看不清楚嗎? 我們犧牲一位同事的皮膚給它放大敲一敲 如果你是油脂分泌比較旺盛的人 像這位朋友 就可以看到特別明顯的皮脂管絲 畫面不舒服 可以趕快黏掉嗎? 不不不不 這不需要用粉刺面膜來拔 洗個臉就好啦 然後這些都是細毛的部分 所以你在那邊黏黏拔拔的 黏到的既不是白頭 也不是黑頭 只是正常分泌的皮脂而已 黏掉了沒多久 又會再跑出來的 至於粉刺不容易被黏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像白頭 是必鎖性的 被關起來根本黏不到 黑頭即使有開口 但有可能頭小身體大 所以拉不出來 總之用這種方式是治標不治本 拔完後這種深色一顆一顆的還是存在啊 因為那是毛孔周遭的色素沉澱 你怎麼黏都黏不起來的啦 真的要處理這些問題還是要從根本來 做好防曬 平時的保濕保養等等 才是真正重要的 快來複習這幾篇文章 欸 拍這支影片也不需要剝奪大家私貼的樂趣啦 但是有必要提醒大家不要有錯過期待 以為黏起來一重一重的就要粉刺磷 其實叫皮子磷還比較貼切吧 呵呵 如果真的有嚴重的粉刺問題 或是皮膚敏感 使用後覺得刺激 就完全不建議用這種黏巴類的產品 應該考慮用酸類的產品改善 嚴重的話 就趕快去找皮膚科醫師啦 好啦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幫我們按個讚 再分享給家人朋友 也可以留言分享自己對抗粉刺的經驗喔 掰掰 可以幫我打馬賽克嗎 你現在已經是打馬賽克了 我們是Med Partner 有一群醫師、藥師、營養師、化妝品配方式組成的專業團隊 如果想看更多保養保健、瘦身的知識教學 疑似破解 還有偶爾打臉不笑場上的影片 歡迎留言按讚分享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追蹤最新的影片喔 有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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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看